這個樣本的平均數 或者是它的一些 像比例 proportional這種比例的概念 它們這些會從原來的隨機變數 原來隨機變數也許是年紀 對不對 我們上次舉很多都是年紀的概念 假設年齡的概念 年齡在原先的這個資料裡面來說 它就是一個隨機變數 它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在原始的random variable的這個母體裡面 你去取一個樣本出來 你去算這組樣本的平均數 那個就是變統計量 對不對 那個叫統計量 那這個樣本的統計量 你把它取出來之後 它如果你取一次 當然是只有一個數字 但是你可以從這個樣本裡面取多少次 可以取非常多次 對不對 當你取非常多次的 從母體裡面取非常多次的樣本之後 那你去算它的這些平均數 它的統計量 這些新的這些統計量 基本上它也會形成一個所謂的分佈 一個分配 一個distribution 那這個distribution呢 就會形成一個 還是會形成一個什麼 常態分佈 那這個常態分佈呢 它的平均值 就像我們說過 我們取年齡 你原來的隨機變數 這個也沒有 沒有 正像大人 好 那剛剛也沒變 就你原來的隨機變數 是一個年紀 那取出來之後的那個樣本 你算是年紀的平均值 那這個年紀的平均值 你取一個樣本 取兩個樣本 你取到好多個樣本 這些樣本的平均數 年紀的平均數 它也會形成一個distribution 那這個distribution 會變成是一個什麼 也是常態分佈 而且這個常態分佈的平均 的期待值 就是這個常態分佈 等於這個年齡平均的平均數 年齡平均的平均數 你懂了意思嗎 因為你是取一個樣本出來嘛 這個就回到我們最早的 那個中央極限定理 你取一個樣本出來之後 它有一個平均數 我們上次一直都說年紀嘛 對不對 那這個年紀的平均數 當然只是代表 那個樣本的平均數 但我今天如果不斷的 從母體去取 同樣的各數的這個樣本出來 那每次取一個樣本出來 它就會得一個樣本的平均數 那麼這一些 一系列的這些樣本的平均數 它也會變成是一個 一群資料嘛 那這一群資料 你就可以去畫它的分佈圖啊 那這個分佈圖 基本上也會是一個常態分佈 那這個常態分配 這種樣本 取樣本的 某一個隨機變數的平均數 這樣子的一個分配 它是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而且它的期待值 那這個期待值 我們說過期待值是怎麼意思 有沒有意思 期待值就是平均數嘛 那只不過現在你的隨機變數 已經不是原始的年紀的 隨機變數啊 你現在的隨機變數是變成什麼 當你取樣出來之後 你去畫 我們所謂的畫那個樣本 平均數的分配的時候 你的隨機變數就變成是 樣本的平均數啊 所以會從x 隨機變數x變成x bar 這樣聽得懂嗎 那沒什麼反應呢 到底是聽得懂聽不懂 這個就回到我們最早的那個中央極限定理啊 從這個母體裡面去取一個樣本出來 再取一個樣本出來 再取一個樣本出來 你可以取無限多個樣本 所以你這邊原來我們算它的 隨機變數x是什麼 是年紀 那你取一個樣本出來之後 你會去算出它的什麼 算出它一個平均值嘛 這邊也會第二個平均值 這邊會有第三個平均值 點點點點點 那你大概可以取很多樣嘛 當你把這些樣本都取出來之後 你用這個樣本的平均數 這時候你的樣本平均數 就變成是你的random variable 就是這些s1bar s2bar s3bar一直到smbar 這些東西變成是一組資料 那這一組資料的隨機變數 就變成是所謂的樣本的平均數 那這個樣本平均數它基本上還是一個什麼 還是一個常態分配 還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這個s1bar的 這個s1bar的平均數 會跟我原先母體的平均數 會不會一樣 理論上應該會一樣 所以我的μx1bar會等於原先母體的μ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s1bar跟我原先母體的 這個x的隨機變數 會怎麼樣差別 期末考必考啊 這個就是重量極限定理 會等於什麼 這個我們好像期中考也考過了 我們期中考有沒有考這個 有沒有考到重量極限定理 好像有嘛 你們還給我裝傻 那 s1bar跟原來的s1bar 母體的s1bar什麼差別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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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s1bar跟原來的s1bar 兩個標準差 標準差代表意義是什麼 是資料的集中程度的一個 一個測試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根據中央極限定理 這個s1bar跟原來的s1bar比起來 應該會比較 鬆散呢 還是比較集中 會比較集中嘛 所以 我們說這個s1bar會等於原來 會等於原來的s3 根號m 是不是這樣 這個好像中央極限定理 上一次考試應該就考過了 好啦 所以有這個概念之後 其實 其實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我們現在不管是在做那個什麼 信賴區間 上禮拜小考不是就考信賴區間嗎 或者是我們現在做假設檢定 它都是取樣的概念啦 但只不過取樣出來的結果 在做什麼是稍微有點不一樣的 如果是信賴區間 我們是取一個樣本出來之後 我利用這個樣本 我只會利用一個樣本 我來推估什麼 推估母體的 母體的參數 像如果我們吃完s1bar 我就是要來推估母體的mu 因為母體的mu是多少不知道啊 所以我利用s1bar 然後搭配一個信心水準 我來取得一個信賴區間 對不對 然後這個區間 有可能有百分之 假設是95%的信賴 信賴區間 那就是有95%的機率 我以這個s1bar取樣出來 來推估一個區間 這個區間有95%的機率 會涵蓋我母體的mu嘛 這個就是信賴區間的概念嘛 對不對 那現在做假設檢定是什麼 假設檢定是 我一樣取一個樣出來 對不對 那取這個樣出來 我來推估說 我這個取樣出來的這個結果 跟我母體的mu 它可能差距不大 可能差距不大 可能差距不大 所以我們剛才會說像這種概念嘛 就是說它可能是因為 因為經過什麼樣的處理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特殊的取樣的一個過程 它取出來的樣 它其實跟我母體的這個參數 是沒有差很多的 所以這個叫假設檢定 那之前的那個是什麼 這個信賴區間 是一個區間的概念 那是95%有可能cover到我原始的參數 那現在 現在假設檢定是取一個樣出來 我來推估假設檢定這個樣本跟我的這個 這個母體的樣本 不是母體的樣本 母體的參數 它到底有沒有機會是一樣 它有可能是一樣 有可能是不一樣 那基本上一定不會一樣 對不對 我們說過你取樣出來 你怎麼可能正好會取一個樣出來 跟我的母體的mu 會正好一模一樣 當然也不是說不可能啦 但是那個機率是不是很低 應該是很低嘛 但是只要我這個取樣出來的結果 s1bar 或者s2bar 或s3bar 不管好 那我們就只有取一個樣出來 這個樣本的平均數 跟我的母體 一定有差別嘛 但是那個差別如果沒有太大 我就認為 那可能因為 那為什麼會有差別 因為機會嘛 sampling就是一個機會概念嘛 它是因為機會所造成的這個誤差嘛 所以我認為他們是沒有 這個取樣出來的結果 跟我母體的這個結果 是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如果它差很多呢 那我就認為 這個是有差別的 這個sample取出來的樣本 跟我母體的東西是差很多的 那差很多 差很少 誰決定 差很多 差很少 就是說 剛剛說 它一定跟它不一樣 s1bar跟μ一定不一樣 但是我認為 如果在某一個範圍內 差距在某一個範圍內 我們認為不夠顯著 那不夠顯著 我就認為這個s 把s1bar跟我的μ就是一樣的 我的假設 虛無假設 虛無假設就認為它是一樣的嘛 我這個s1bar就等於我的μ 這個虛無假設就成立 雖然它有差 但是差不大 但是如果差很大呢 那我就認為它是符合我的什麼 不管是大與小與或者是不等於 它可能就符合我的對立假設 就這樣 所以同樣都是取樣 但是它做的事情稍微有點不一樣 就這麼概念 這樣如果叫 期末考教你這樣描述 你們會描述嗎 會嗎 bass取樣 為什麼有差別 為什麼一個是什麼信賴區間 一個是假設檢定 這樣你們解釋這樣知道嗎 這是推論 推論統計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最基礎的東西 好啦 這個東西 我們上次說過這個 你跟它 你取一個sbar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sbar取出來 我的μx假設已經given 知道是82 那這個東西距離呢 距離有一定的紀律嘛 看起來當然是不一樣 一樣的話 你的s1bar就等於82 但是你取樣出來 它可能會在這裡 那麼在這裡的情況之下 那它到底是跟我的82 有沒有顯著差距 那基本上還是決定於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一個 假設有一個寬度 這個寬度 他認為在這個藍色的寬度裡面 它是顯著 那另外一個人 他認為在紅色的寬度裡面 它才是所謂的差距 才是所謂的 在這個紅色範圍是不顯著啦 在藍色的範圍也是不顯著啦 但是不顯著的那個寬度呢 是由誰來決定 是由你的那個 待會我們會談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uncertainty的概念 不確定的概念 所以我今天同樣 同樣都取sbar 但是對設定藍色這個認為 這個範圍裡面是不顯著的 藍色範圍以外就是顯著來說 那這個sbar跟我的82就是有顯著的差異嘛 那但是如果我認為是紅色呢 今天如果是採用紅色的這個區間呢 當成是我所謂的 顯不顯著的一個區間呢 那我這個sbar如果在紅色的區間裡面 所以sbar跟我的82就是不顯著啊 那你就對啊 這個就是什麼 見仁見智啊 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這句成語啊 有沒有 對不對 就是各說各話嘛 你今天看你要取哪一個區間而已啊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落在 今天是採用藍色的這個區間的話 那sbar是如果在它的範圍外面 那它就認為這個跟它是不顯著 差距是顯著的 那我就假設 我就認為我原來的虛無假設就是錯的 那它可能這個sbar是來自 另外一個母體的一個概念 它可能會是從另外一個 不同的母體概念來的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 那顯不顯著 我們其實要談就是這個區間怎麼 當然不是區間啊 當然以後我們待會還會談到 一定用信賴區間來談 那這個範圍是怎麼樣決定的 那就會談到什麼 我們上禮拜也談到 行一跟行二的錯誤對不對 考試如果叫你自己舉一個行一跟行二的錯誤 行一的錯誤會不會被舉 我們上禮拜有看過什麼 法官的判決對不對 然後還有看過什麼 煙霧偵測器的 還有沒有其他例子 你們日常生活有沒有這種例子 如果今天考試給你 給你一個題目二十分 叫你們自己想一個 行一跟行二的錯誤的例子 你們會寫嗎 回去想想看 好行一的錯誤是什麼 你是拒絕正確的什麼 拒絕正確的虛無假設 行二呢 就是拒絕 怎麼說 拒絕正確的對立假設 那當然反過來說就是 不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這個有點饒舌啦 但是你們語文能力應該都OK吧 這個都只是語文上的呈現而已 所以我剛說 行一錯誤就是拒絕正確的虛無假設 行二錯誤就是不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那當然也可以說是拒絕正確的對立假設 這兩個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因為你不拒絕 你不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相當於就是拒絕正確的虛對立假設 這是排列組合而已啊 排列組合 這個上次都講過了 所以Type 1就是拒絕正確的 Type 2就是不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會影響到我們剛才說的寬度的概念 但是那個時候寬度我們是用寬度 但是我們接下來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所謂的行一的錯誤 因為當你即便是 你這個寬度不管怎麼設啦 不管怎麼設 因為我們說真正的對或錯只有誰知道 只有上天知道 真正的對或錯只有上天知道 那你今天不管是選擇在哪一個區間拒絕他或支持他 他都有可能會犯下這些錯誤 都有可能犯下行一的錯誤 所以我們把這個寬度就把它列當成是什麼 我們利用所謂的可能犯下行一錯誤的機率 可能犯下行一錯誤的最大機率 我們把它叫α 用這個東西來決定我們所謂的假設檢定的這個 所謂的叫significant 顯著水準 顯著水準 那利用這個顯著水準 我們可以搭配去找到一個CV 叫critical value 這個臨界值 那透過那個臨界值呢 我們可以再來怎麼樣 來區分我們所謂的假設檢定的這個區間 有可能拒絕 有可能是什麼 拒絕跟非拒絕 拒絕跟非拒絕 所以是透過這個概念去做的 所以我們上禮拜看到這張圖 有沒有印象 就是你的 假設今天是誘為檢定 那你今天取一個樣在這邊 sbar在這邊 那今天這一塊區間 這一塊區間 我們認為它是什麼 這個面積 面積就是機率 如果有機率分配來看 這個就是機率 這塊面積就代表就是alpha 就是代表行一發生錯誤的機率 就代表當你s1 sbar取樣的平均數 如果落在這個地方 落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有可能 就是代表它有可能犯下行一錯誤的機率 但是因為這個alpha的面積所對應的CV 它的所謂的critical value在這裡 那這critical value把它分成非拒絕跟拒絕對不對 所以就會得到什麼 就會得到這兩個區間 那我的sbar如果是落在這個區間拒絕域的話 那我就會拒絕虛誤假設 那這概念其實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我們再 就回到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概念 它就是這個區間 你透過這個alpha來決定我們的這個什麼 寬度的概念 那如果s1bar如果在這個CV的外面的話 那我們就認為它是有顯著的差異 但是即便是這樣 它雖然它有 對這個概念來說它有顯著的差異 但是它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它放在這邊還是有代表有可能什麼 雖然它拒絕了H0 雖然s1bar落在這邊 根據這個CV來說我們拒絕了H0 但是它還是有可能會犯下行醫的錯誤 因為真正的 我們說真正的對錯只有上天之道 所以代表你今天落在這邊 你雖然拒絕了它 但是你還是有可能會犯下行醫的錯誤 你還是可能會犯錯啊 那什麼叫犯下行醫的錯誤 以我們之前的那種審判例子來說 它就是什麼 誤判嘛 行醫錯誤是不是就是誤判 對不對 它誤判什麼 就是冤獄嘛 H0是對的啊 就清白的啊 對不對 虛無假設是清白的啊 結果呢 你法官又把它定罪 那就是就冤獄 所以即便你落在這個地方 雖然這個地方面積不大 面積不大就代表機率不大 但是它落在這個地方代表我拒絕了 這拒絕了H0 但我拒絕H0但是不代表就是對啊 因為我說真正的對錯只有上天知道 所以當你落在這邊 你雖然拒絕H0 但是你還是有可能犯下行醫的錯誤 因為那行醫的錯誤就是什麼 就是冤獄啊 那冤獄就代表你還是有可能犯錯 但是只不過犯錯的機率大還是小 就是這一塊 就是落在這一塊 對不對 好那相對的 同樣的S bar 今天你的α如果更小 你要讓它犯下行醫的錯誤 你認為要讓它犯下行醫的錯誤 的機率要更小 情況之下 同樣的S bar 但是因為你的α變小 所以你的這個CV往右邊移 那這個時候你的S bar就落在什麼 落在非拒絕域 那這時候你就不拒絕虛誤假設 就這樣 這個都是我們上禮拜已經講過的 再重複一遍 希望你們這個地方要記得清楚一點 OK OK 都沒有什麼Response 像文官長都不看我 懂不懂 一副酷酷的樣子 最近心情不好 沒有 好啦 那是什麼單尾雙尾 這個就很簡單了啦 這只是 就是看你的大於 看你的假設檢定如果是大於 就是單尾 或小於就是單尾 不等於呢 就是雙尾 那至於這個 剛剛說過的 其實α等於 它的這個CV 零介值怎麼決定 那零介值的決定 其實就跟我們之前 在談常態分配的那些概念 都蠻類似的 因為你知道面積了嘛 像α如果0.01 你就知道這塊面積是0.01 對不對 那代表那這塊0.01 如果是標準常態分配來看 那我的對應的Z值會在哪邊 那這裡面你可以馬上透過查表也好 或透過我們的這個 Excel的函數 是不是可以馬上就可以知道 它的這個對應的 CV的這個Z值是多少 因為我們最後 我們會談到 之後會談到Z減定 那Z減定的話 就是代表它把它轉換成 一個標準常態分配的概念 去看它 那這樣的話 你今天不管是什麼常態分配 你都把它轉換成 標準常態分配 那當然就是 可以在同樣一個基準下去看它 所以 當α等於0.01的時候 你就用標準常態分配去看 它的Z值 它的CV 會多少 就代這個norm.s.invert 就可以算出來了 對不對 那同樣的 剛剛那個是叫做 右維檢定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什麼 這邊的話就是左維檢定 那雙維檢定的話 特別注意 雙維檢定跟單維檢定不一樣的是 雙維檢定的話 你要把它的這個α要除以2 兩邊各一半 兩邊各一半 這一定要注意 好啦 這個都講過了 這個之前也講過了 這個我們好像上禮拜也講過了 是不是 我們上禮拜好像也講到 有沒有講到這邊 有 再講一遍 檢定值 我們在做假設檢定的話 都要有一個檢定值 那這個檢定值 今天我們講平均數的 平均數的檢定值 如果我們今天要講它的比例 proportion 那個比例的概念 它也有比例的檢定值的算法 那但是重點 不管今天是要談什麼樣的檢定值 它的general的概念 general的概念 一般的概念 就是用觀察值 減去它的期待值 觀察值就是什麼 就是我取樣出來的結果 減去什麼 期待值就是你的假設檢定的那個 不管是μ也好 或者是它的proportion 就觀察值減去母體的這個期待值 然後再處理標準物 好 那這個標準物是什麼 我們上次 有點忘記有沒有講 標準物是什麼 如果教你們講 你會講嗎 標準物是什麼 標準物跟標準物 標準差好像滿接近的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標準物跟標準差有沒有很接近 那 有不 有很接近吧 那標準差知道是什麼嗎 剛剛已經講過了 什麼叫標準差 什麼是標準差 集中程度嘛 集中程度嘛 那標準物是什麼 標準物某種程度就是 類似叫SigmaX bar的概念 所謂的標準物就是它也是一個標準差 因為SigmaX bar它基本上也是一個標準差 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標準差是來自於什麼 它的隨機變數是 它的隨機變數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取樣的結果 來自於取樣的結果 所以標準物呢 可以把它當成是 它說是一個統計量的標準 應該可以說 這邊應該可能寫成 統計量的標準差 統計量的標準差 那什麼是統計量 我們上次有說過 什麼叫統計量什麼叫參數 對不對 什麼叫統計量什麼叫參數 知道喔 回去看 那所以就是統計量的標準差 我們通常把它叫標準物 所以像這個SigmaX bar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物 因為它是一個統計量 統計量它是什麼 它是取這個樣本出來的S bar 它的平均數據 弄出來的一個分配 這個分配裡面它的標準差 就叫做標準物 類似這種概念 所以我們這個標準物一般來說 就是一個分配 但是它是一個統計量 不是來自母體的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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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來自統計量的標準差 那這個叫標準物 所以這個一般的檢定值 都是類似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它 所以對我們平均數來說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用把它變成是一個 Standard Score 標準 標準分數 所以把它叫Z減定 那Z減定當然我們需要還是要母體 最好還是常態 或者是你取樣數要夠大 當你取樣數夠大 當你取樣數夠大 它的這個取樣出來的這個分配 才比較會是常態分配 而且當然我們在做Z減定的時候 還有一個很前提 就是母體的Sigma要知道 那當然你就會說母體 母體的怎麼Sigma會知道 反正這個就它是Given的就對了 在用使用這樣的一個條件 你要使用Z減定的時候你的Sigma一定要知道 那我們其實上禮拜好像還沒談到 就是如果你的Sigma不知道那怎麼辦 那你就要用樣本 就類似我們在做 做那個什麼 我們之前談那個信賴區間也是一樣 信賴區間也是有分成兩類嘛 就是如果你的Sigma 母體的Sigma知道 你就可以直接去算 如果母體的Sigma不知道呢 那你就要用樣本的Standard deviation去算 所以會有兩種不同的情況 那假設在做Z減定的時候 Sigma是知道的 所以你可以算出來是利用 這個就是你的什麼 剛才說的觀察值減去期待值 觀察值S bar減去期待值是μ 那除以它的什麼 標準物 那標準物就是它的 平均數的那個distribution的它的什麼 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就是Sigma除以更好m 就是我們這邊寫的 所以這個就是 可以把它轉換成這個Z減定的值 然後再做假設減定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公式 然後有了這個公式之後呢 這個Z值再去跟我的剛才的Critical Value CV兩個去做比較 比較什麼 比較我這個Z值是落在拒絕域 還是落在非拒絕域嘛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講到最後其實都很簡單 計算都很簡單 但是那個觀念很重要 所以這個我們上次有說過 像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在做假設減定的時候 它有一定的步驟 所以我大概也是希望你們 以後在考試的時候 能夠來Follow這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你要先陳述你的假設 而且你要把你的主張是什麼 因為你的主張有可能是落在虛無 有可能是落在對立 雖然我們說大部分 你在做假設減定的時候 通常你的主張通常是落在對立 通常是落在對立 但有可能是虛無 之後有很多例子是 也有例子是 它的主張是落在虛無假設 所以你要先把你的虛無假設是什麼 對立假設是什麼 然後你的主張是放在H1 還是放在H0 要先把它弄出來 所以像這個例子來說 智商是101.5對不對 那它的主張是 因為它認為它的那個區 所以它的取樣是取樣那個區的 它認為它會比較高 雖然這個區也是它的母體 也是在母體的一部分 但是它就取它要特別的那個區出來 所以我要看看我的這一區的結果 跟我的母體的平均數有沒有差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步驟要乘數主張 然後把它乘數假設 然後把它主張確立 然後找出 如果是用Z減定的話 你要先找出它的critical value 臨界值 那臨界值α等於0.05怎麼找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了 所以算出來Z是1.65 然後這是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是算減定值 減定值就在剛才的公式 用S bar減去μ μ就是你的這個μ等於0.5 然後再除以它的標準物 Sigma除以根號N 算出來Z減定是1.79 好 那1.79跟 當然這邊要注意 這個減定α等於0.05是右微減 因為它的主張是大於 μ大於它 大於它是右微減定 那右微減定 所以你的那個α是在右邊 那你要找出它的右邊的Z 是等於1.65 那這個臨界值知道 再搭配這個你的Z 所以1.65跟1.79 你再去比較哪一個大哪一個小 對不對 那哪一個大哪一個小 如果你今天是右微減定的話 1.65是在左邊 1.79在右邊 所以它是落在什麼域 落在拒絕域了嘛 1.65這邊是它的critical value 那1.79在右邊 所以它是落在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要 步驟四就要說 說叫下決定 下決定 那這個決定其實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看圖嘛 或者是看你的推理 因為1.79高過臨界值 所以是右微減定 所以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設 好最後一定要寫 步驟五這個摘要結論 一定要寫 雖然你已經這邊大概知道這個意思了 但是你最後總是還要再還原成什麼 前面的步驟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說統計的數字的東西嘛 那最後你要寫 把它做結論啊 就像以後你們如果寫一篇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寫過什麼 簡單的論文 黃話有沒有寫情報報告 黃話有沒有寫情報報告 有 有 請問黃話有沒有做實驗 有沒有數字 你的報告裡面有沒有先呈現數字 那最後有沒有結論 你的結論會是很多數字嗎 還是結論是用文字描述的 應該是用文字描述的嘛 所以你最後總是要有個結論 根據你的數字的分析的結果 最後寫一個數 寫一個比較所謂的文字的描述它 這個叫一個 summary 一個結論嘛 你們以後再寫任何論文 尤其以後要讀研究所的 那怎麼寫論文 這些概念都是類似這樣子的東西啊 所以你要一個 summary 這個 summary 就是說要說明 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他的智商 他的這個區的學生的智商 是超過州的平均智商 你就要把它講成 人看得懂的文字 那人 當然人不是看不懂這些數字 但只是說 對專業的人來說當然看得懂 但如果你要去 跟一般的其他人溝通的時候 你懂是要把它講成 講成一般的文字嘛 對不對 好啦這些都是之前談過的 就很快的跳過去 那我們其實還有談到p-value 剛才那個是z減定 z減定的做法是透過什麼 透過一個z的減定值 搭配你的critical value 那等於是去看它的z值 那我們現在p-value呢 是不看z-value 不看那個critical value 我們直接看它的什麼 幾率 所以這個p代表其實就是幾率 所以p-value這個方法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比較傳統的科學的方式 還是都是用p-value來看它的減定 那剛剛說過 z減定是看z跟它的critical value 對不對 就是利用alpha 當然alpha還是很關鍵 所以p-value是直接比較alpha跟它的機率 所以我們直接看例子 看一個概念 就是說 現在它的對立假設是大於50 那大於50當然這個是一個 又微減定 那又微減定 那現在假設我的alpha如果是0.05 那alpha呢0.05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面積是又微減定 代表你的犯下行一的錯誤的機率是這邊 對不對 又微減定 那又微減定的面積是這裡 這個面積就是代表它是0.05 這個就是alpha alpha是 我們說過alpha是什麼 犯下行一錯誤的機率 所以既然是機率 機率的話搭配這個pdf 我們說過這個叫pdf對不對 怎麼懂 什麼叫pdf 有沒有印象 我們之前花了一些時間解釋 就是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機率密度函數 但是機率密度函數 因為它是continuous 它是連續的機率 所以你不可能去算這個點的機率 所以基本上都是算面積 對不對 好 所以面積0.05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設定的alpha是0.05 所以代表犯下行一錯誤的面積是0.05 那我現在假設我已經找出來 找出我一個p值 那這個p值 這個p值怎麼算呢 我們待會再看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p值 那這個p值呢p value 就代表我檢定出來的結果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檢定 有一個取樣出來的一個數字 取樣出來的數字 平均數假設是52 那這個52 它去算 算它右邊的這個面積 就是大於52的這個面積是 算出來的結果是0.0356 0.0356 那0.0356跟0.05來比 以右半邊這個面積 這小塊面積來看 0.0356是比0.05來的什麼 小嘛 那比它小的話 就代表 0.0356所cover的這塊面積 是當然比0.05來的小 所以代表這個點 就是這個52這個點 因為52這個點所對應的面積 右半邊的面積是0.0356 所以代表52就落在什麼 0.05這個面積的右邊嘛 所以我就用這個來比 所以當你的p value 你的p值機率 算出來的那個 算出來的取樣值 對應它的右半邊的面積 如果它的p值是小於α 或小於等於α 那這時候就是在 類似我們落在拒絕域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拒絕虛無假設 但是如果這時候當 當我的α取0.01呢 那α等於0.1是它的 類似它的cv在這裡嘛 它的critical value在這裡 所以這邊是0.01 但是我的取樣的出來的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等於是落在它的左邊 那就相當於是落在什麼 非拒絕域 所以p value也是一個 可以來做假設減定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也是有人在場用的 這個我們講過 那至於當然p如果p值小於等於α 就拒絕 如果大於α就不拒絕 都是以虛無假設來看 但是如果沒有事先指定α呢 那其實以後你們看到蠻多的研究報告裡面 它都沒有事先去指定α 那如果沒有事先指定α 當然有一個叫做約定俗成的 約定俗成的什麼意思 什麼叫約定俗成 就是大家都這麼講 就大家通用共用 如果你的p value小0.01的話 我們就拒絕 這時候因為它的差異是顯著的 那如果在0.01跟0.05呢 我們也還好 我們也認為它這個是顯著的 這個是他們約定俗成的 這個在科學界裡面 大家約定俗成的說法 但如果是在0.05跟0.1呢 那這個時候就要小心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 可以考慮拒絕虛無假設 但是這時候犯下行醫的錯誤的機率 可能就稍微更高一點 所以這個有點是在模糊 在模糊地帶 模糊地帶 那如果是大於0.1呢 那這個就是不顯著 很明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 約定俗成的一個講法 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用你們在看一些科學性的報導 在談這種所謂的顯著 假設檢定的顯著性的時候 它通常不會給你一個α 但是它通常就跟你說 我的p value0.00001 所以呢 所以就代表它是差距是顯著的 它也不會跟你說 去比它 不會像剛剛說去比這個α 什麼意思啊 然後這個其他的我們上次都看過了 這個還沒講嘛對不對 那剛才我們看到的Z減定 都是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你要知道母體的Sigma 母體的Sigma要知道 你才能夠去做那個減定 為什麼 因為你的那個減定值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需要知道Sigma over Gantle M 那現在如果你的母體的Sigma 不知道的時候 那怎麼辦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到T減定 T減定還沒印象 或T分配啦 有沒有印象T分配是什麼 T分配基本上也是一個什麼 常態分配 但是它會比常態分配來的更寬一點 它分散程度其實比較大 而且它會根據你的取樣的數來決定 它有一個所謂的自由度 自由度 不同的自由度 就是不同的取樣數 它的那個T分配 T分配會不太一樣 所以當你的自由度越高 就是你的這個T分配 你的那個Sampling的這個樣本數越多的話 這個T分配就會比較趨近於我們一般的常態分配 所以T減定基本上也是一個平均數的減定 而且是母體的Sigma位置的情況之下 而且原先你的母體的變數 就像我們剛剛說過 原先的X就是你的隨機變數 它不是常態分配 就是接近常態分配 就是反正 當你要用T分配的時候 最好你原始的母體的這個Distribution 就是可能是常態分配會比較好一點 常態分配比較好 那這樣你取樣出來結果當然還是常態分配 所以它的檢定公式一樣 跟剛才的D檢定有沒有類似 一樣啊 一樣是它的什麼 取樣值 減去它的期待值 X-bar減去μ這個都一樣 那唯一差別就在分母 對不對 分母的話原先是Sigma除以根號N 現在換成什麼 S除以根號N 那這個S是代表就是Sample deviation 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樣本的標準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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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差 那樣本的標準差怎麼算 對不對 當然 不用記公式嘛 Excel反正打一個 下一個comment就知道了 所以樣本的標準差 但是不要忘記喔 樣本的標準差 跟母體的標準差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那再除以根號N 所以這樣就得到它的T檢定 那你得到這個T value之後呢 進來和 這麼累啊 吹音沒去給你們聽 當你得到這個T value之後 就跟你得到Z value一樣 你接下來做的檢定的過程 就都一模一樣了 所以說實在這個 懂了就沒什麼好講 那這邊只是先告訴你 怎麼去求它的這個T value 那記不記得我們用T value 在這做那個T分配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算 如果今天有 自由度是16α等於0.05 那今天是右尾的T減定的時候 那你的這個 Qual value在哪邊 這時候要記得用這個公式 T dot invert 那T dot invert 這裡面下一個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機率 0.06 0.05 然後它的自由度是16 那所以自由度16代表它原先取樣 應該就是什麼 17嘛 對不對 因為自由度是 自由度是n-1 n是什麼 n是你取樣的個數 取樣的number 好 那所以你用T 大的invert去算它的話 你會得到的是-1.745 那這是你的左 左尾的面積 左尾對應的這個值 那它的右尾呢 那右尾的話 它會是在1.748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因為它如果只是 右尾檢定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取什麼 它的 當alpha呢 0.05 自由度是16的時候 它因為是右尾檢定 所以它對應的critical value呢 就會是1.74588 1.74588 你知道嗎 雖然你下這個指令 T dot invert下這個指令 它是算左邊的 懂不懂 所以這個算出來結果是負的 是負1.74588 懂不懂 所以這個算 用T dot invert算出來 因為這邊是 我們這邊現在要求的是 右尾T減定嘛 是右尾T減定 但是你這個 你在下T dot invert 0.0516 其實是算左尾的 它是算左尾的 因為它是累積到 累積到面積0.05 所以它是看左邊的 懂不懂 所以它這個0.05 是先看這個左邊的這個東西 你T dot invert 0.0516 這個0.05其實是先左邊的 它算累積左邊的 那算出來的結果 這是負2點 負1.74多 這個是負1.74 那因為它這個T分配也是對應的 所以它這邊其實對應的 這個也是0.05 所以這邊是對應的 情況這邊就是1.74 那我們今天是來用 右尾減定嘛 所以右尾減定的話 你減定出來的這個 quitical value就是1.74 懂不懂 雖然你是用T dot invert去算 它是算出來左半邊的 但是因為它是對稱的 所以你要把原來的負值 原來的這個negative值 現在換成什麼 換成正的值 就可以這樣 懂不懂 好 那左尾的話呢 就簡單 左尾就直接下這個 T invert 0.0122 這個算出來負2.508 就是這樣 那如果是雙尾呢 雙尾當然理論上 你可以用兩種方法做 但是因為Excel裡面 提供一個特別的函數 叫T dot invert.2t 所以它已經把雙尾 直接告訴你了 所以你不用再去把它除以2 不用再去把0.1除以2 然後再用T dot invert去算 你直接用T dot invert2t 然後去算 它可以告訴你 它的這個 它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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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的T value T value的值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打Excel去算看 可以直接用這個2t的這個東西 算為解定 好啦 那右尾的話 嗯 這個已經 講的差不多 一樣的東西嘛 好啦 這個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 怎麼樣去用T減定 來做一些例子 好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